今天 來到了台中的厚禮 今天來到了台中的厚禮 剛剛結束了早上的會議 原本預計12點要結束 結果提早了半個小時 還有很多時間 而且距離下午1點半的客戶 還有很長的時間 我可以好好去吃個飯 欸? 這是... 洛宇松? 嗯... 到了洛宇松的季節了 對了 就附近有一個花式啊 就是那個占地面積超大的 厚禮棕色花式 如果我現在吃完飯再過去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太晚 嗯...怎麼辦 在這麼短的休息時間 也許只能二折一了 原本都已經查好 附近有一間越南店 或是... 應該說... 越南小吃店 好像... 越苗越黑 應該說越南的牛肉河本 跟賣法國麵包的店 好像很有名 但是下次應該很難專程再跑來這裡的花式了 嗯... 還是去花式吧 好吃的越南美食 台北應該也有很多 但是棕色的花式 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來了 而且現在剛好又是郁金香的花季 下次來可能也沒有花了 所以... 過去看看應該是正確的 反正一餐不吃也不會死 從中科厚禮園區到中色花式 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到了 喔... 馬上看到路牌了 如果等一下發現花式沒什麼好逛的 就去便利商店買吃了吧 免費停車場 那應該就是走這邊進去了 哇喔... 位置很多耶 這邊架子應該超多人 唉... 涼涼的 真舒服的天氣 還蠻開闊的 好... 走進去逛逛吧 OK 哇... 太開心了 居然有這麼多植物可以看 嗯... 玫瑰花 好... 沒有開什麼花 欸... 那個地方是... 啊... 這就是郁金香的花海啊 可是那邊進去好像有門票 從這裡看不太到郁金香耶 下午還有一間客戶要拜訪 今天就算了吧 其實外面這邊就已經很多可以逛了 不過外面的主要是用來販售用的 啊... 這個是孤挺花 啊... 開得真漂亮 說到孤挺花 我們家也有種孤挺花 但是已經種了三年了 居然都沒有開花 這個是海域耶 居然有彩色的 酷喔 在過去那邊看一下好了 門票150 然後烤肉有送門票 時間不夠 下次有機會再來吧 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哇... 哇... 真可愛 哇... 好綠喔 哇... 欸... 這個我們家也有種耶 這叫什麼 忘了 菊花 真可愛 不曉得為什麼有人要把屁眼形容成菊花呢 哇... 啊... 這隻孕甲喜歡的千牛花啊 不曉得帶牠們來 牠們會喜歡這裡嗎 還是會覺得很無聊呢 花海應該蠻有意思的 而且還可以烤肉啊 這個是鴦尾花耶 對我來說 這裡真的是還蠻好玩的 因為花的種類真的很多 但是牠們可能就覺得很無聊了吧 欸... 這個是薰衣草耶 第一次認識薰衣草 是在北海道認識的 不過薰衣草的種類這麼多 其實也不知道是哪一種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牠那種香味 在北海道還有人把它拿來做成殷淇淋呢 話說回來 我們家種的植物好像還是綠葉植物比較多 花的好像還真的蠻少的 大概只有沙漠玫瑰 桂花還有茉莉花之類的吧 可能是一直都覺得說 開花植物比較不好照顧這樣的印象 或許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或許今天可以在這邊找到一份喜歡的 再往前走看看吧 又是菊花 很可愛耶 哇...這麼多顏色的花 一起種在家裡應該是很漂亮的 這好像高麗菜 雖然說偶爾也會去逛逛花市 不過其實花的種類還是很多 所以我記不太起來 這邊花看太久了 要趕快過去了 可能時間不太夠了 那邊好像還有 果然適合帶小朋友來 這是怎麼回事 哇...好香喔 這就是招牌上收的烤肉 就是在這裡啊 哇...肚子餓了 我一個人我也沒辦法去吃這個啊 好吧... 算了...等一下吧 就...好過剩下的時間 把這裡好好逛一逛吧 反正今天也不吃了 或許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適合家庭旅遊 像我帶三個小孩來 哇...反正是有點辛苦喔 下次可以考慮大家族一起來玩 嗯...這邊好像就...都是一些樹類的 比較少了 再往回走吧 其實時間也不多了 差不多是該決定要買什麼了 那邊還有一些盆栽 再過去看看吧 香水百合 香水百合 這個沒養過啊 可以考慮看看 郁金香 就是現在花季的這個郁金香 太可愛了 風信紙耶 風信紙好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室內這邊也來看看 哇...室內其實更多 真的是逛都逛不完啊 時間還夠嗎 噢...這邊是仙人掌類的 我們家的仙人掌有火龍果 還有金虎 下次來介紹看看金虎好了 這裡的植物就熟悉多了 很多都是我們家裡有養的 真的是種類很多 多到我都不知道該怎麼選了 近來已經一個小時 還沒選到一盆 蘭花這類的 只有看過爸爸養過 自己完全沒有碰過 喜歡養花是喜歡養花 可是再怎麼樣 住的還是公寓 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空間可以種這麼多的花 或許以後退休了之後 可以去宜蘭買一間可以種花的房子 那該有多好啊 棕櫚桌 以後送我的生日禮物 小天使 曼綠龍 還有晴葉龍 都是老面孔 老朋友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植物 也都曾經在我的頻道上出現過 像這個星葉球蘭也是 做了頻道也快兩年了 沒想到這個植物也是幫了我頻道不少的忙 胡偉蘭 就是這個胡偉蘭讓我的頻道進步不少 真的是要好好謝謝這些植物們 這些植物們幫了我 咦 上次邵偉說這個五彩千年木還蠻好養的 下次可以試試看 喔 這是龜貝玉 光是龜貝玉我就拍了四集了 好 這邊也逛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再隨便逛逛 最後就去看看那邊的枝材的部分 枝材的部分 像這個種子這些的 還有一些像是盆栽 最近很流行的就是水泥盆 哇 這裡的盆子真的很多 各式各樣的 水泥盆真的看起來很素雅 除了這些盆子以外 其他還有這些用花的工具 還有肥料跟土 好 再去逛完了 就是要決定要買什麼花回去的時候 讓我想想 哇 這裡還有 這邊是室外盆栽的地方 有一些盆景的部分 喔 這裡也很多花 好漂亮 玩盆景真的要有耐心還有技術 更重要的是還要有美感 好 要決定了 我們回去剛剛那裡 香水百合 玉金香 風信紙 會選擇哪一個呢 嗯 就決定是你啦 玉金香 玉金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養過的植物 看起來真的是滿高貴優雅的 而且很療癒耶 以後看了應該也會很開心 除了玉金香 又隨便買了幾盆 嗯 很滿足啦 嗯 這裡不錯 下次還可以再來 好 還有時間 趕快去拜訪下一間客戶吧 像我這樣 因為工作的關係 可以到處跑 常常都可以有自己一個人的時間 可是玉金香就沒有辦法了 三個小孩隨時都需要他 真的是很辛苦 不曉得今天看到我買花回去 他會說 哇 好可愛喔 還是說 啊 你時間很多嘛 剛好經過麗寶樂園 下次再帶他們來吧 今天工作也滿順利的 又有時間逛到花室 今天時間還很早 早點回去吧 剛才在花室聽到有個阿嬤說 這玉金香現在看起來都睡一睡 回去也撞去 雖然我也不是什麼養花的專家 不過至少應該不至於說回去馬上扣掉吧 應該吧 今天很順利 早早的就可以回去的 等一下 一定不會猜測 太好了 Holy shit